主持人的健康 主持人的健康 速度的變化這樣 算會來的 會小散 那去賣外面呢 大家都知道危險線 這個指定 事實上是很嚴重 但是可以忙的 也可以治好的 所以這一點就是我們今天 打活的重要的一個目的 血栓的行程 對身體有相關的危害 可是一般的民眾呢 可能比較不了解血栓 形成的一些相關原因 跟一些預防治療的一些重點 血栓是 血管阻塞 血管本來有血液在離通 阻塞就不能阻塞 那對主治器官 傷害很大 你每人就知道老血管阻塞 中風 心臟關上中風阻塞 都是很危險的 我們今天也稍微重點 換在靜脈 這個深層靜脈塞 一樣會腫起來 不如肥瘤 會喜歡塞 還有 內臟裡面的血管塞 一樣 那這個 這個相當 你看看我們台灣的 這個十大十萬例 第二個就是 西藏疾病 最大眾還是 觀察動脈 動脈 還有靜脈 中間有 有菜籽 有血像 就是這個意思 這個是一個病人設計 病人設計 變成這個 直接血栓 我就是因為肚子痛 然後到 腸肌這邊 進行急診 然後在急診室 這邊就發現說 我有血栓的問題 那就給教授做治療 我們來呼籲社會黨的 重視這個 血栓的行程 對我們的行程 健康有很大的影響 世界血栓日 大家來重視 戰